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天哪 太可怜了 孩子 这句话多关键 他不说这句话 我们节目都结束不了 王依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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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依俱 对 依俱顶一万句 王依俱 你好 他真叫王依俱 就像我们四个人一样 前两天我 大张伟还有前锋 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组 一波当时在北京 是 突然我们仨说 拍张照片发给王依博 说我们想他了 我们就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王依博 说臭小子 我们想你了 而一波马上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说我也想你们了 就那一下我们就觉得这种 兄弟情 而一波你回那张照片 是不是眼眶红润了 眼眶有点微微 冯哥说王依博想我们都想哭了呢 确实有点累当时 因为一直每天都在彩排 有点累 不是说眼泪 是有点累了 但是呢确实也很无聊当时 就是 无聊 好话呢 快点说 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无聊 但是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是挺温暖的 温暖啊 对 因为就是一直在排练 然后待机的时间有一点长 突然收到一个这样的信息 还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感觉 有点感觉啊 但累还是那个累 不是那个累 你看看人家 是不是就是真诚 明明可以顺着说是那个累 但是人家就说自个儿累了 这么可爱 现在呢 来教大家另一种收纳方式 就是折叠 羽绒服有一个非常好的口诀 叫幸福抱抱 鱼棍就似乎非常的好学 低头 一 第二是暴袖 然后呢 向前滚 然后是向后翻 就是给它包进去 然后呢 它的话会非常的整齐 就不会散掉 好了 羽绒服我们就折叠好了 那现在呢 就只剩下T恤了 叫幸福口袋 一碗 向上碗一下 八公分左右 二折 向中间折叠 向上卷 向上卷 对 卷过来 向后翻 这就是幸福口袋 不会容易散掉 一叠就再叠 我们可以选编吧 我们可以选别人 我们粉色就是粉色 这个粉末比吃起来还乱 真的 我可以清理衣服 清理衣服 你去折衣服 我来弄厨房吧 要不洗东西我比较在乎 来清垃圾吧 这谁弄的 这 我在清理这段垃圾 我觉得可能我最后连这个桌子都弄不完 得垃圾分类 就先把垃圾归整到一起 最后才能用 对 这个是可回收的 还有垃圾分类 还要分类 垃圾分类这边有厨余垃圾吗 这有好多 这基本上全是厨余垃圾 这是干垃圾 这是厨余垃圾 好 看衣服很厉害 衣服一直在叠衣服 现在已经开始往里叠衣服了 有什么体力活可以干 我现在特别想干 体力活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全搬走 我特别想干体力活现在 那哪里呢 这怎么这么脏 怎么这么脏 这应该全都丢了吧 前方有力气活啊 我先挂这儿 这边 这好多都能吸掉 打草卫生的时候确实有一种 在混乱中清理出秩序的感觉 打草的过程其实是一种享受 肖阳那边最乱的 越收拾越乱 先找几个筐全扔 而且都扔在对面这个屋里头 咱们屋就特别干净 这一体都还有 这都是脏的 这个 来了 已经开始进去检查 这委会得来了 他吸完地他还吸桌子 天呐我受不了了 可以这样吧 有水是吧 没事 反正过年了要换 这边有找着一个奶瓶 上拼多多上再买一个 在家里面最重要就是要把孩子的东西先洗干净 一博你那边怎么样啊一博 就是衣服有点太多了 王一博做事情还是挺认真啊你发现没有 对 王一博是沉浸在挂衣服当中吗 王一博从进去到现在 他一直在挂衣服 一直在挂衣服 他特别好 其实挂那个衣服就没有必要穿那个美衣裙 他是托尼的那种角色 就是来造型师就是 对对对 我有一个办法 我觉得我们可以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收的垃圾全都倒在他们那边 是吧 我觉得是一个办法呀 我们去年就想好了办法 今年太更了 倒计时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太短了 你给我这边怎么样 太多衣服了是吗 对 有点太多了 我帮你 跌不完就给 我觉得我还是适合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在那收拾 不太会指挥 全乱了 他们这个弄得也太乱了 我把浴缸擦了吧 浴缸 我跟你说 乾峰就是磨洋工 磨洋工 啥也没干 倒计时两分钟 全C已经把它藏起来 我这边还有好多衣服呢 把它藏起来 一宝你把所有衣服都扔到柜子里面去 我现在已经开始了 这怎么被套也没套呀 你刚干净了 你们可以洗澡了 我把这洗手盆也擦一擦 还有干掉的牙膏 抱歉 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我就放弃了 我也是 这边也太难了吧 时间到 时间到 居住 来 宋渊凡 一博 对我们相信你 一博 一博 指出来 小松果 不要再重 松果 装一个小朋友 今年其实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位 李福光 为什么 直觉 就是直觉 王一宝的直觉 叫王一绝 王一绝 王一绝 一绝 亲爱的朋友 到底四组人当中 谁给的线索是真的呢 三 我感觉是假的 对不对 因为这太容易是真的 二 没错 我觉得第一队是真的 真的 不对 我认为他们是假的 我觉得他俩是真的 康哥 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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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们认为那个初七是真的 真的 别人是假的 纠绘的蝴蝶 对 永远逃不出花花的世界 好 都确定了 兄弟团选择的是花花的蝴蝶 真相团选择的是红红的三 正确的就是 三二一 蝴蝶 蝴蝶 最后一秒出 一伯 好厉害 一伯 你怎么看台的 他对看夫妻这一方面 非常厉害 你们俩结婚 你们俩结婚 对啊 两位仔细看一下 他们六个人当中 每个人选三个 去帮你们清理房间 对 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 宝藏男孩王一宝同学 好厉害 来 王一宝的技能是什么 我的技能就是 我能够快速地整理衣服 然后整理到箱子里 干净的 干干净的 不是王里头就硬塞的那种 好了 预备预备 王一宝 你让他说是快速啊 对 我能够快速地整理衣服 这个还是可还是不错的 这我得严多的 好娴熟啊 还真可以 主要是帅 就是分谁来叠对不对 好快 8 6 1分钟啊 站上 两位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衣博肯定是会干活的 而且他特别的有条不紊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心理素质 他没有说我的着急赶时间特别慌乱 他特别的淡定从容 沉着冷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调理清晰的 你看他在紧迫的环境下 他会有取舍 王一宝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想 对 对 他给你分解归论文了 厉害 来 戴玲你觉得 我觉得就冲着这么多欢呼声 就一定也要 因为就像有啦啦队在旁边一样 有啦啦队啊 好了 请两位举牌表明态度 3 2 1 要还是不要 都要 那怎么办呀 好 王一博 接着你发言 你选择跟哪一位小姐姐 我选算了吧 别了 他选算了吧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了 不是 我不好选吧 那是这样 你俩屋都串着来吧 你只能选一个屋 选一个屋 你可以选一个屋 不一定选小姐姐 要么干两位活 何必呢 我太难了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一博去带琳那组吧 因为带琳算远来的朋友 好 那是这样 一博到带琳姐姐这一组 好 好 我觉得反正就比较规范吧 比如像擦地 就每天都得擦 几次 所以你说一天 一不两天一次 那就很脏了 很脏了 两天一次就很脏了 但是一个男孩子 真的太不容易了 就是你起码一天 要至少擦一次嘛 然后床单什么的啊 一周换两次嘛 反正卫生就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那你家毛巾 是不是分各种类 我有很多毛巾 然后我一个 那个很高的衣柜 很高很高的衣柜 其中有 层高都是擦地 挖出来的 四分之一 擦出来的 这么多全都是毛巾 然后浴巾啊 面巾啊 手巾啊 一会儿说你是 你是那个什么 收藏是吗 收藏毛巾 收藏毛巾是不是 都是限量版毛巾 没有 因为其实会用很多条 但是为了环保 就会把这个毛巾攒的 多一点够洗 以及洗的时候 再一起去洗 所以就要很多条毛巾 大家好 我是德云摄像生演员 孟克棠 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是我的搭档 对 叫周狗梁啊 拿这个狗梁老师来说 我只是说酒字的 酒字的 狗梁你是饿了吗你 那叫酒哈 酒 周九娘啊 拿这个周九娘来说呢 她的我女个旁夹上了她又 我们合作很长时间了 不少年头了 一会儿呢 我们又跟一博说点相声 不知道大家期待不期待 是 原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非常的期待 他们不是期待咱们俩 那下回再见吧 再见 拜拜 碰会有期 一博 你等一下上去也要按这个备份来 哦 你现在叫王一博 是 找王九博 王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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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贺博 王贺博 贺博也好听啊 王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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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博可以还带线挂的 哎 这感觉已经来了 有了 哎 王鸭博 我告诉你 你这句话又上热搜了 你看啊 王一博节目当中自称王鸭博 王鸭博 王鸭博 对 人都是会变的 王一博说相 有点像杨少华先生那种 对半妮汉妮 冒一句 半天不出声 时不时处你一下 王鸭博 王鸭博 那句 一博你别想不开真的 一博可以 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说相上不能有偶像包袱的 没有偶像包袱 人家没有 人长得像偶像 就觉得说相 那个感觉劲劲的 恰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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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王一博 他说我们恰恰的 王一博 能给我们演一个 就是你感觉最欠的一个表情是怎么样的吗 因为王一博从来都是帅的 你们说相上有什么欠的 刚才那个 没有我平时看那个岳云鹏的多一点 他那个 对 我的天哪的那个 就是 你会吗 你会吗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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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也行 这个我们真的是期待啊 可以啊 这一对相声演员是久经考验 嗯 各种场面都见过 各种现挂啊 但是能不能够挂住王一博啊 拜拜 拜拜